第五十三章 婚训 沈唐神色静谧地将脑袋搁在了弟弟的肩上 嘀嘀地说道 祖父已经为沈浩定下了锦阳王家的容服郡主 不日便将迎娶回来 这府里的水将要更加浑浊了呢 沈蓉轻轻地笑了起来 沈唐的嘴角微微翘起 嘀嘀地道 是啊 如我所愿 果然 两日之后 沈倩便将沈浩的婚训宣布了出去 太子将三皇子推下青凤楼的影响正在沸腾 沈浩将迎娶容服郡主的消息 便如一道晴天巨像悬在了皇帝的心头 此时 遗香堂内乱成了一片 秦氏锤坐在踏肩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永宁伯夫人哭诉道 娘亲 您说这算什么事 当初让我嫁过来做平妻 可是您和爹爹拍了胸脯保证过的 方氏一死 我就独大 又姑母在 沈浩她是定不敢再历计妻的 可如今呢 永宁伯夫人将从小最是爱宠的女儿搂在怀里 又是怜惜又是怪责的道 若不是你最近闹得太过 让沈浩离了心 又出了闹巫蛊之事 令你姑母都不大待见你了 又怎么能有这序曲之事 秦氏恨得牙根都快要咬断了 都跟您说了 那事不是我做的 我起初倒真是存了害那贼丫头的心 还下了大本签呢 有了一颗三尺高的珊瑚 但那暗格里分明藏的是我自个儿的生辰八字 谁知道怎么会变成了沈浩的 她愤愤地接着说道 一定是那贼丫头搞的鬼 许是她在别处压了我的小人 做了什么法术 当时我突然手脚就不听使唤起来 但是头脑却还清醒得紧 后来又无端端的好了 这不是法术 是什么 永宁伯夫人恨铁不成钢 你那莽撞的性子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那大丫头可鬼精灵着呢 你若不存害人的心思 又怎么会被她反僵了一圈 秦氏又是懊恼又是悔恨 当初我就该听了您的话 下手再狠辣一些 那姐弟两个还在方式肚皮里的时候 就一次将后患都解决了 这样也就不必再受这样的嫌弃了 永宁伯夫人重重地点了点她的额头 你个傻孩子 事情既已如此 后悔又顶得了什么用 咱们还不如好好想个法子 怎么将这坏事变成一件好事 秦氏狐疑地问道 沈浩要娶荣福郡主 这还算是件好事 我将来可是要对着一个十六岁的丫头 赵姐姐 还得对她行礼 开她脸色呀 永宁伯夫人滴滴地沉饮片刻 笑着说道 荣福郡主可不是个好相遇的 将来她若得了子嗣 便是留着皇家血脉的嫡子 以她的性子 又岂会心甘情愿 让自己的子嗣屈居于沈荣之下 到时候啊 她必出手将那对姐弟一并料理了 你只要做山光虎斗 鹤邦相争 渔翁得利 这便够了 秦氏的眉头略松了一些 她好奇地问道 那个荣福郡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前些年 您不是替五弟去求过她吗 她当时毫不犹豫地 就拒绝了五弟这样的青年才俊 这时却急巴巴地要嫁人 连省号这样的人都肯嫁了 永宁伯夫人摇了摇头 他们进阳王府的事儿一向把得紧 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想了想忽然怪怪地笑了起来 不过呀 这大户人家 若是突然急急地要嫁女儿 多半便是那些个缘由了 秦氏的脸微微有些发红 她甩了甩帕子 说道 管她是什么缘故呢 我就听娘亲的 尽量将她和那对姐弟都挑拨起来 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 我再出手 永宁伯夫人忽然滴滴地 在秦氏的耳边说道 那个桑雪花 你那儿若是没了 便到我那儿去拿 沈浩与荣福郡主的婚事 虽然一时激起千层浪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但日子却还是很快变定了下来 7月26日 确实有些急切了些 但好在安永侯府财力丰厚 这次的娶亲事宜 又由沈浅亲自督查 不过几日便将侯府上下布置一新 荣福郡主将要来住的苏妃院 也收拾得一片喜庆 毕生从丹青院回来 一进门便见到沈棠 又在书案前涂涂画画 她好奇地问道 小姐 我瞧您这几日 整日在纸上圈圈点点的 也没画出个所以然来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沈棠放下了手头的笔 笑着说道 我只是闲来无事 便将脑中的想法都记下来罢了 怎么样 大少爷还好吧 毕生嘴里嘟嘟囔囔的 这纸上画的怎么都跟鬼画符一般 那是让人一个字都看不明白 但她嘟囔归嘟囔 该回的话却一点都不含糊 我去的时候啊 大少爷正在埋头苦读兵法 暖雪说 这几日来大少爷每日如此 怎么说也说不听 小姐从医书上摘录下来的方子 我奉给了大少爷 大少爷笑着收下了 他还说 等他的左臂好了 就带您去城外的猎草 让您看看他拉满宫时的模样 沈棠的脸上 站出淡淡的笑容来 大哥的伤势已经稳定住了 只要按时服药 好好补养 这日子啊 该是离得不太远了 他徐徐地抬起头来 问道 以乡堂那边还闹头吗 自从沈谦在府里宣布了 沈浩要与荣福郡主结清 以乡堂的动静便一直很大 梨花木的桌椅 红木的插屏 清幼瓷的花屏都摔了不少 毕生摇了摇头 说来倒也是奇了 前几日那位还整日寻死觅活的呢 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戏码做得齐全 但在永明伯夫人来了一趟后 便就没了响动 许是想开了吧 婚事都已经定下了 再哭闹又能有什么用呢 反而会将二爷推得更远 沈棠的眉头微微一挑 竟是不闹腾了吗 他想了想又问道 那沈浩呢 这几日他都歇在哪一处 毕生指了指双华院的方向 自从秦夫人上次诬陷表少爷之后 二爷不是塑在外边 就是歇在白柳亮威姨娘那儿 沈棠点了点头 看来沈浩的确与秦氏之间生了心结呀 毕生忽然疑惑地摇了摇头 目光中显出迷茫来 说他们生分了 倒也算不得吧 上回秦夫人乌骨发作 二爷也去他屋子里待了许久 也总是会去移乡堂 晃悠一下的 沈棠沉饮了片刻 重又微笑起来 嗯 我知道了 毕生笑着说 今儿的午饭 小姐想要吃些什么呢 我去给您准备去 沈棠想了想 笑着说道 你陪我去一趟曹大人府上吧 毕生先是有些犹疑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立刻跳了起来 啊 小姐是想让我去见识见识 曹夫人的手艺吗 沈棠笑着摇了摇头 那一日在青凤楼 我匆匆将曹小姐送了回去 视为不理 总该要好好道个贱吧 至于让你尝一尝曹夫人的手艺 那倒是其次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玉堂娇》 作者 魏忧 主播 叔叔 他从库房挑了几样 衬手的礼物 又交代了避痕几句 便领着毕生出了门 祖父大约曾与祖母说过什么 因此那日祖母还特特地将沈棠叫去了一寿园 祖母说 以后啊 若是有事要出门 可不用来回禀了 只有一样啊 身边一定要带足了人 他笑着称是 但心中却想 若是真有什么事要出门 怎么可能会带上那么多条尾巴 不过 能正大光明的自由出入 总是好的 曹夫人见沈棠来 很是欣喜 她笑着将沈棠主仆二人迎到了后院 老爷这个点还在太学院 约莫呀 要傍晚才能回来 要不要我让冬烟去给他送个信 让他早些回府 顺便将小猴子也带回来 冬烟便是曹府唯一的粗食丫鬟 沈棠笑着摇了摇头 棠儿今日是特地来见夫人与福姐姐的 那日实在是突然有了变故 不得已才将福姐姐送了回来 没能让福姐姐玩个尽兴 是唐儿失约了 清凤楼的事情 早就已经传遍了朝野民间 曹夫人自然也是知道的 她脸色微扁 似是有些后怕一般 拍了拍胸口道 哎哟 傻丫头 若不是你及时将福尔送回啊 也不知道她会怕成什么样 说起来 倒是我们该谢谢你才对 这时曹福听到外面的响动 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一件事沈棠立刻便迎了上来 啊 你怎么来了 曹夫人轻壳了一声 板着脸道 福尔这话说的可是不妥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不欢迎棠儿呢 曹福的神色一脸 盲弓顺的道 是祖母教训的是 福尔一定改了 沈棠的眼眸微微一闪 笑着岔开了话题 她将毕生拉到了身前 对曹夫人道 这是我贴身的大丫鬟毕生 做的一手好菜 当日我奉给您的食谱中 有几样这丫头也曾替我做过 她知道您擅长厨艺 便缠着我非要跟着我来 好跟您讨教一二 毕生盲接过话筒 恭敬地说道 奴婢毕生 仰慕曹夫人的厨艺久矣 真心想求您指教一番 曹夫人打量着毕生 那双水葱也似的灵巧的手 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道红掌波轻波 你可曾做过 我这几日按着这方子做出来的 总是欠缺了一点味道 不如现在你就随我去厨房吧 她虽然说的是疑问句 但却哪真容得毕生质疑 早就一把拉过毕生 急步冲着厨房的方向走去 曹夫略有些尴尬地说道 祖母她就是这样 平日素为严厉 但一说到吃食 这性子就整个都变了 你别见怪 沈唐笑着拉过她的手臂 这样的曹夫人才让人颇觉可爱 我欢喜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见怪呢 两个人在绣桌前坐了下来 曹夫忽然皱着眉头说道 想不到那日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幸亏你没伤着 沈唐的嘴角微微一翘 是啊 我也不曾想到会是这样的事 好在都过去了 这话便是不想再提及 曹夫是聪明人 自然懂得沈唐的意思 于是便起身从庄台的抽屉里 取出两个精巧的小盒子来 她将其中一个递给了沈唐 笑着说 这是我用你给的方子制的新香 用的槐花 莲花 枝子花 紫藤花 白勺 柳叶等调出来的味道 你来试试看 可是好闻 沈唐借过来试了一试 这味道清新雅致 倒是颇为疑人 我怕熏香的味道太浓 闻得久了头脑发昏 因此啊 素日倒也不怎么用香 不过 这香倒是不错 闻着也还清淡 曹夫笑呵呵地说 我早就知晓你不爱厚重的味道 因此啊 特意做了这盒醒春 送给你 这香叫做醒春吗 沈唐有些好奇 曹夫点了点头 祖父常说 他最爱的风光乃是春夕酒醒 我又正好出生在春日 因此便胡乱取了这名 若是你不喜欢 尽可改之 沈唐一时恍惚 嘀嘀地念着 绿树交加 山鸟蹄 晴风荡漾 落花飞 鸟歌花舞 太守醉 明日久醒 春已归 醒春二字 甚是别致啊 不必改了 曹夫惊叹道 这诗是唐儿妹妹所做吗 真是太美了 沈唐笑着摇了摇头 我的诗才素来就不善好 这等好诗又怎么会是我所做呢 不过只是曾经听说过 今日被你这香一勾啊 又想起来了罢了 两人又说笑了一回 忽然曹夫的脸色有些微微的发红 他咬着嘴唇问道 我听祖父说 那日送我回来的那位公子 救人的时候伤了手臂 他 他现在可好 沈唐细细地望着曹夫 快有红的滴出水来的脸 不由得笑了起来 你是说我大哥吗 他的手臂可伤得不轻啊 骨头也不知道碎裂了多少处呢 曹夫的脸上写着担忧和急浅 他咬紧了嘴唇几次想开口 但最终还是没有问下去 这时东央进了来 老夫人请两位小姐移步到花厅 她与毕生姐姐已经将饭菜准备得差不多了 就等着最后的那道红掌拨什么拨 拨 拨什么的 做完便能上桌用饭了 沈唐与曹夫相视一笑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东亚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 沈唐就好奇地问道 曹大人的俸禄并不算少 怎么府里就一个丫头 一个粗食的婆子呢 曹府的规模虽然并不善大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亭台楼阁 看起来也颇有些气势 曹夫人与曹府虽然穿得素淡了一些 但他们的爱好 却都要花不少银两 更何况 瞧曹府屋中的摆设 虽然简单 但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唯独府中的下人 似乎太少了一些